好 回到他的这个岗位上来 总出还有其他的岗位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就想问说你之前就是 你说你做过活动 刚才大家也说了一下 但是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没有经验 那你要8K底薪 第一 你有没有调整的空间 第二说你有所有资源能在北京 首先我前期可能表演会多一点 在可能从进入大三之后 就我几乎让我表演了 把机会都留给了我的学弟学妹妹 自己做的工作 更多的是后场的工作 比如空场啊 就是节目调度啊 就是哪个 那一看你就不懂活动 我们不是说只有上台那个人叫 叫演出部分 就是我们所有的灯光舞美 然后导播这一套是舞台部分 外面什么厂工物料 然后这个运输什么的 这些是另外一部分 但是你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 完全没有经验对吗 对 因为我的经验确实不足 上台之后我也收了我一个智商小白 其实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你的心思 八千的心思要不要调 对 能力和心资 如果你不做总助 你做别的 你八千要不要调一点心思 别的我销售什么的都可以的 心思调 心思 接受 六千五 六千五 还有零有点 六千接受吗 七千八 哎呦 瞧你这真是的 总裁助理不是一个万能的坑 好像什么人都能做 需要更多的是专业技能 而且是较为全面的专业技能 他觉得自己风毛毕露 能做很多的事情 在大学期间非常优秀 组织了很多的一个活动 可能认为在同学人里面非常优秀 但是我给他总的一句话是 他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 我觉得他的积累和总结经验 包括自己的反省能力 还是不够的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按道理来说 你是绝对不会完全被灭灯的 你为什么要凹的还凹回七千 我想说一句 因为你们可能最开始一直在纠结 我那个导游那段事情 和女生那段事情 没有 那事早就过了 你们 我销售能力 我120多场活动 我怎么来接的 你们从来没关注这一点 你也没说啊 你完全可以在天生我有才 不要表演你那该死的魔术 你就说这个呀 这跟你找工作有关系呀 你表演魔术干什么呀 不要表演节目 我就说我这段硬货 我120场活动 一个大学生 我怎么接的 怎么销售的自己呀 你说呀 好吧 下次做好准备 好 再见啊 再见 来到《非语梦》的舞台 我想找工作 感觉整场企业家 被那个故事给带偏了 就是整个过程 我是完全没有讲到 和修之相关的任何 感谢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